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画师萌 出本期视频的原因是 有个小宝贝问 UP主有时间能发个手的教程吗 那么本期就来教宝贝们 一个有手就行的画手教程吧 先画一个圆圈和扇梯形 把手掌和手腕的大致结构先确定好 画两条直线作为拇指的位置 然后顺着这条曲线画四个小圈圈 代表我们的长指关节 画一个扇形确定我们手指的活动范围 这个顶点的位置是中指的指尖 中指和手掌的比例是1比1 在我们的手指活动范围里 画一条曲线再画四个小圈圈 确定我们指尖关节的位置 再把它们连起来 然后画一条曲线 试一下手指末端的指尖关节 再把我们手的大致轮廓全画出来 基本上就快画完了 然后再稍微的修饰一下边缘 用几条短线试一下我们的长指关节 女生的骨骼线条不要画多 顶多中指一条 甚至干脆不画 男生的时候最好都画上 看起来会比较有力 就这样一个小手手就画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然后我们再结合刚才的步骤 画一个其他角度的手 其实UP平时画手的时候 都会看着自己的手画 很多小宝贝们画不好手 都是因为没有参照物 只要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手去画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差太远 实在不行 直接拍张照片临摹都行 有人是无名指比十指长 有人是十指比无名指长 这个随便 大家只要记得中指最长就好 不然国际友好手势是怎么来的 在尝试画其他手型的时候 一定要先摆出一个舒适自然的造型来观察 这样画出来的手型才会自然美观 多看多练习才是最关键的哦 那么本期的绘画小教程就结束了 如果宝贝们有什么想学 或者想知道的绘画小知识 可以打在评论上 或许你的问题 就会是我们下一期的选题 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